空拍镜头记录下 灾后的庐山温泉区 塔罗湾西西水滚滚 洪水溢过河道 再往山区前进 农村道路柔长寸断 变成了一节一节道路 马赫坡桥断裂 根本无法通行 当地居民徒步再往深处走 路基掏空流失 几乎没有一处完整 流水如利刃将吐石狠狠下迁 距离灾后已经超过十天 仁爱乡庐山温泉后山的 马赫坡部落 又被列为石击类文化资产 内部惨况首度曝光 塔罗湾西暴涨通往山区的道路不通 马赫坡部落的输果无法往外销 只能像这样一搂一搂 透过车辆运送 左摇右晃惊险万分 走过吊桥如履薄冰 但至今每天下午的午后暴雨 让抢通时间遥遥无奇 当地居民自立救济 真调挖土机修路 路通了才能让重建家园之路 更进一步 记得这么长的韩志清雯彭馨 南投报导 优优独立 优独立 优独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